這次我看到了整個阿聯酋航空公司 去發函給所有的機組人員 要求必須要移除中華民國國企 並佩戴中國的國企 航班飛到中國的時候 我相信站在這家航空公司的立場 他也一定為了在中國拿到更多的一個航線 可是從上個月 我看一個多月前 美國令航空 這個比較粗暴的把一個乘客拉下來 全世界各國都在抵制 連本會在這裡在質詢的時候 我跟我們外交部人員 也似乎要響應了 我要請教兩位 你們兩位比較大咖的 這個有一個代表性的 針對整個阿聯酋這樣的一個 對我們國家 這個我們國民感受到的是那種 心裡頭已經極度的一個厭惡跟反感 我們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制的動作 是不是 沒有了 我不是問你 我不是問我高大使 我想我們國家的尊嚴我們國人在外 那麼感受到的這種國家的地位 絕對是感同身受 所以像這種的處理當然相關的情況 很抱歉我並不是特別了解 因為我剛剛回來 不過任何我們希望國人在外的人身安全 我們國人在國外所受到的待遇 我們國人在國外所受到的待遇 只要是駐外單位都責乎旁貸 需要去做這方面的了解關心跟反應 以及爭取 我這樣說的是你們兩個比較有機會 去坐他們的飛連機 你們有什麼行動嗎 你給我抬那麼多 你會買他的票嗎 我從來沒有搭過阿聯酋的飛機 所以我 可以想像你過來你也沒要買他的票 我看你美國台灣人說得很好 你來到這裡台灣人都沒話說了 你來什麼事 那個吳欣欣來 專務委員找 阿聯酋這款 你經常有機會去坐阿聯酋嗎 我 就讓我們把他坐過的飛機 嗯 跟人家這個要求之後 你就說不要坐 你現在在線跟這都不要坐過的飛機 我舊子我把他坐過的飛機 你什麼舊子以後你也不可以坐飛機 你不可以坐飛機 不可以 不可以 就不錯啦 可以坐下